黑色浓烟狂暴 巴赫姆特前线激战 几公里外就看得一清二楚 连在巴赫姆特附近的小镇 索莱达也不能幸免 乌克兰一加一电视台 亲自到巴赫姆特战区 看看前线状况 却发现揪心故事 他和您健康 天真连孔却活在战火阴影下 新年刚开始 有志工扮耶诞老人补发礼物 玩具 故事书 保暖手套 送给巴赫姆特的孩子 画面温馨感人 但志工穿防弹衣 戴头盔提醒着战争残酷 乌克兰人的哭声 俄军听不见 俄罗斯对赫尔松投下燃烧弹 天女散花点亮黑色夜空 另一段画面是俄军飞弹 正中基辅市中心饭店 两名男子拔腿狂奔 差点跌倒 从另一个角度看 还有路人吓得掉头跑走 但乌克兰最新情报证实 俄军空袭武器伊朗无人机 分析52个零件 不但发现有40个 是由美国公司制造 剩下12个来自日本 中国大陆 瑞士 加拿大 甚至台湾也被点名 只是乌克兰的防空系统 每拦截一次 耗费成本可是伊朗无人机的7倍 俄军狂打不对称战争 意图消耗乌军资源 不过乌克兰也不是省油的灯 画面看到20岁士兵 用监设防空飞弹 精准拦截俄罗斯寻衣飞弹 只是乌克兰要防的 还有北边邻居 提防敌军从北面进攻 乌军在边境积极练兵 连壳沟都挖好 乌克兰人做好准备 就等双二军队送上门来 TVBS新闻中文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